若是消防局利用一筆 由消防局基金會籌得的善款 購買了一批救生椅 特別設計的救生椅 不僅僅能夠載重重量級的病人 還能夠讓救護人員 上下樓梯更加容易 消防局今天特別在 市議會前的台階 展示了救生椅的使用 若是消防局局長康明斯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宣布 這筆由希達斯 希奈醫療系統捐贈的 14萬6千元善款 被用來購買83張 全新設計的救生椅 這批設備不僅能夠更好地 協助消防局服務社區 也能減少消防員受傷的風險 救生椅承載量可達500磅 更有特別的齒輪設計 讓救護人員能夠更方便地上下樓梯 也能在狹小地走道 或是很陡的坡地上行盡自如 若是消防局平均每天要應付910宗緊急醫療呼救 2012年共有33萬宗醫療救援個案 通過消防局基金會的渠道 消防局得以籌集私人捐款 填補政府經費的不足 落成18台來自洛杉磯市議會的採訪報導 另外 落市市長賈希提今天宣布 落市消防局局長康明斯 將會在月底離開局長的職位 落市消防局被質疑 在回應緊急事件反應上表現太慢 還被踢爆對緊急反應時間的數據造假 種種負面新聞 讓消防局的形象蒙上陰影 落市市長賈希提表示 他和消防局長康明斯達成共識 康明斯任職到這個月底 並會在明年2月正式退休 在新局長上任之前 消防局長職務由前落市消防隊長 現任落市緊急應變部門主管貝勒史東站帶 落市消防局因為回應緊急事故的時間太慢 遭人詬病 現任市長賈希提在擔任市議員期間就要求康明斯提出計畫 改善回應時間過慢的問題 不過康明斯堅持消防局需要增加經費才能改善問題 賈希提就任市長之初宣布將重新聘雇市府各部門主管 他目前正對現任各部門主管進行評鑑 而康明斯最近也因為將消防局人力集中在回應醫療緊急事故而受到批評 康明斯表示消防局處理的緊急事故 有85%與醫療緊急事故有關 不過他的這項做法也遭受質疑 康明斯從1980年就進入落市消防局服務 他在2011年9月被前市長維亞萊格莎升職為局長 年薪28萬6千元